盘典比提版和比提版中 相同又不相同的生物 两个游戏都是渣渣萝卜做的 所以就不存在什么超新衣说啦 二爷 看起来都是相同的对吧 但他们面对敌人却是不同态度 如果喜欢我的话就上面支持一下吧 比提二爷主动进攻 被打碎爆之后重拳出击 比提二爷主张和平 你打我一下没事 两下也没事 当然是打碎我的爆纸 不好意思 进完了 还说比提二爷太怂了 但我觉得他是被伤害我摸平的棱角 更懂得将情是不 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ZXG堡垒机器人 它有护端 碎只脚 武器是大炮 正好比提版也有一个这样的生物 我不知道它叫啥 唯一的不同就是颜色 从战斗力来分析的话 它就是一个低配的ZXG堡垒机器人 Disk枪尸 从外观上看差不多 但比提版的Disk和一旦差不多 走太空步 然后跳舞召唤僵尸 但在比提版中却不太一样 正常走路不用跳舞也能召唤 而且普通攻击变成远程等 降手一挥 一刀光波就出现了 至于召唤出来的僵尸 那基本上是一样的 粉色衣服 棕色小胡子 反正都挺菜的 但很多人都知道 比提的Disk僵尸是结合了皇室的女巫 都创造出来的 没错 就是陈贝贝的原型 霸王胶 外观上差别不大 都是霸王龙加香蕉的组合 但从走路的姿势上来看 还是BTA版的霸机械 觉得赞同灯 把弓瓶打在赞同上 用攻击方式 演示BTA版霸机械 小怪小罗罗直接踏平 碰到大家伙才会动嘴咬两口 BTA版中只会有 但它也不是没有优点 攻击负担AOE伤害叫心血 这是BTA版霸王就没有的 双方打个平手 各有所潮吧 你们觉得哪个更好呢 还有什么相同又不同的生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记得给我点个赞